雷霆雨露皆是君恩 这话说是没错 只是地利于我又何家言 如果这就是丧心病狂 就让我在这条路上 简行简远吧 汪存也这时心念一定 闭目明思 敬餐道经 只见千百真文变化 个个字字 金光灿烂 八脚垂马 无数奥义随之在心中留他 却是养之道鸡 遇着灵性 天色苍苍 秋雨滴滴落下 汪存也才起身用膳 就见道童上前击手 刚才授业阁叫人过来问着 说请您去一次 受了道业 听说这话 汪存也心中一动 走到十字铺旧的小道上 默默思索着 道门受了真种 就是内门弟子 都有一个正八品之士的待遇 在道门内部是内门弟子 在世祖中为八品之士 真正的道门不收凡人 入门最次都是即将凝聚真灵的 玉被鬼仙 不能踏足而上 就会被打落 现在通过试炼 真种定了下来 自己算是玉被鬼仙 就将这身份领了 受了真种 还是要回红明郡 有了这层身份 方便许多 道卖中不留凡人 就是这些内门弟子 玉被鬼仙 未成之时 也不能在连云道堕留 这样想着 就向着寿夜阁而去 雨嬉戏立立 十米十出 地面起了涟漪 这时踏在雨中 却见到雨字落在三尺之内 就被挡住了 真是有着难以描述的轻松感 王从夜望去 山腰之处宫殿庄严 以山而建 古树葱玉 飞流瀑布如泉 人间仙境 却是各种身份 交接登记处 此时雨天 多了几分飘渺灵动 雨水在屋檐上 汇聚成水流 顺着屋檐滴答答落下 落在台阶上的水洼之中 飞行而上 不过一炷香的时间 就进了寿夜阁内 这时 一位鬼心道人而出 见王存叶冒雨起来 问道 道友何来 贫道山石 寿夜阁直视 王存叶文言 积首道 前些日子晋升为内门 特来领取八品直视一职 山石道人文言 淡淡说着 啊 原来是妻子之一 你且 随我来吧 听得 妻子之一四字 王存叶心中一沉 勾起了名图 惨烈回忆 当下 不动声色 应了声 是跟了上去 两人一前一后 上了高阁 山石道人一指 前面桌椅 你且将云牌 与我在那里等候 我去拓印一副 将内门弟子 蓝玉云牌给你 上面就带着八品直视的证明 王存叶从善如流 当下将云牌取出 与了山石道人 白玉云牌 煽动着暗夜中的光泽 山石道人细细心神 沉入其中 细细看了看 朝后面去了 片刻 山石道人 已经从后面 汉阁走出 手中拿着一个蓝玉云牌 上面有道门独有的八品直视烙印 符文道道 密布云牌之上 与你 这云牌不代表八品直视身份 道工记录 转路其中 你且拿去 好生保管着 把蓝玉云牌给了王存叶 山石道人细细说着 是 王存叶接过云牌 击手应试 退了下去 和上次一样 接过的瞬间 接过了法符 心神中 龟壳上 一张金色符露落下 放出丝丝金光 只是顷刻之间 龟壳一股金光喷出 镇压住这张金色符露 下一刻 金色符露 轰得烟消云散 转眼 又重生出 一张一模一样的金色符露 垂在了心神之中 和上次不一样的是 原本丝丝白气萦绕 现在完全变成了红色 这就是正八片未业的关系 虽在这时 已经不算太大意义 却也有些弊异 而此刻在正殿中 殿主观跃这一卷文书 上面记载着 各个弟子的故里家乡 所出何郡 家世何人 一一都在这上面 不时拿出红笔 圈圈点点 两久 殿主抬头对厕座的长老说道 针种兽下还要抚育 就让他们回乡里待些日子 嗯 针种准备了吗 次座长老应声说着 都准备妥当了 就在三日后给他们接种 店主听言点点头 指头敲在桌面上 钉钉坐下 良久才说道 你正是将这几人受的针种 深进内门的公文传下吧 长老笑了笑 是 又说着 这是喜事 按照惯例 这不仅仅仅是郡内道工 就是郡内侯爷 郡内守贯 父母亲人都会一一传道 我道人成道时 岂能无人请客 一人成道 世俗相克 这是道法显示后才有的事 在先前有人成道 只怕根本没有人请客 这是所谓道不录像 违反者说不定还会有货 但是现在确实不同 各种角力 最本质的就是力量 一山搬海 拨弄天下 这些修者 是力量的直接掌控者 在这面前 一弄就能让血流成河 就算郑权根基深厚 上映天命 在这种赤裸裸的暴力面前 也不得不低下 高贵投入 你且下去准备 通知传达到就是了 殿处见他说完 摆摆手 示意这长老下去 长老见得退了下去 一时间大殿空空框框 雨滴在外面滴打落下 大殿内竟真可闻 却说这长老下去 出了正点 一跃而起 化成一道剑顿远去 半空中大风甚烈 却是无碍 片刻就到了一处洞府 此时就有两个道童 行了出来 击手道 公有长老 道人微微点头 进了洞府 这洞府外表看来不大 内里却别有洞天 面积很大 只是很是简朴 只有一颗硕大碧尘珠 悬于内部 里面空旷而幽静 简直不似居说 更似法坛 道人只是不言 踏步正中 单手结印 踏钢不倒 一些符纹凭空而现 直直破开屏障而去 做完这些 道人收了神通 向内而去 这些符纹划破长空 化成一团金光 长空划出长长的光带 只是片刻就越过 广袤的云眶海域 抵达大陆时 各自分开 向不同郡线而去 而此刻鸿鸣郡 青阳宫 寻云道政 在正殿云榻上注定 却觉得心神一阵颤动 不由睁开眼 突有所感 远远望去 就见一顶金光 急迟而来 只是瞬间 就落到尽处 他长袖一挥 这道金光 就卷入手中 金光化去 变成一个玉符 这玉符还颤动不休 要想挣扎而出 悬云见此 晒笑一下 一手扶过 顿时 这道玉符 就安静下来 拿起玉符 心神沉入其中 细细扎开 悬云跃了 起身夺了两步 想了一阵 不由一笑 自言自语说着 不想这次 出了这样大的事 不过 我们洪明俊 还是有人脱颖而出 是个善品种子 可惜的是 这次只有给 连云道收取了 道门实行轮流制 美俊十年一换 却是公平起见 并且有着 相互平衡的意思 要是划分区域 只怕没有多少年 各大道脉 就会形成割据 现在 却相互分庭抗礼 就算弱些的道脉 也渐渐成长起来 这玉服说着 王存夜已是内门弟子 不日 受下珍重 将回洪明郡 抚养真灵 大义 就是这样 玄云笑了笑 思量许久 说道 来人 赞 两个道童应声而来 玄云望着外面 慢慢领着 以道宫的名义 发文给卫侯 现在加上 红明郡范之福 这是由于范之福 是实际统治者的缘故 是 两个道童连忙应着 红明郡又出一位鬼仙 这是大事 预备鬼仙回归时 需要全宫庆贺 鬼仙并非小事 义成鬼仙 立刻朝脱生死 仙凡分别 就算现在鬼仙 不必上古之时 自修而成 但也当得起 玄公庆贺 当下玄云吩咐了 出了正殿 向执氏大殿去了 玄公庆贺 并非小事 却需要早早准备 执氏大殿 回合古朴 严非如云 玄云直直 见了殿中 殿中执氏 见得玄云亲自过来 都是大惊 鸡手说道 见过玄云道政 要是前面一任道政 绝不会这样 但玄云究竟年轻 你们不必多离 玄云摆摆手 坐上主位 一一扫过 见诸位直视斗仔 当下说道 诸位斗仔 我就说些事情 云黄海域 连云道满来信 我洪明君 又将出一鬼仙 哦 却是何人呢 灰藏突然上前 东身问道 别的直视 也是脸上带着 询问的神色 玄云见了 看了一看 毛子 微露灵敏 此子 是王存业 一入得内门 受八品直视 过些十日 就要回来 你们准备下去 要举行和验 是此子 灰藏目光灰暗 身体都摇摆了一下 自己的弟子杨玄 已经是第三次参与考核 这次不行 就再无机会了 难道不但是 自己停在鬼仙内 弟子 甚至连这个机会 都没有 道正放心 我们一定把这事办好 这时 一名直视上前 击手说道 别的直视 这时都醒悟过来 连忙硬着 灰藏 还有一件事 你要有心理准备 玄云又说着 灰藏 偷有一种不祥之感 已经是鬼仙 这时后背 凭空冒出冷汗来 定了定神 回答道 还请道正事下 这次考核 出了大事 上北威弟子 都阵亡战死 不过你的弟子 总算幸免 却伤了本时 你要有心理准备 听到这里时 灰藏身体都一颤 不但目光 连脸色都灰暗了 周围写个执事 都不由 用怜悯的目光 扫过此人 大家都知道 这是灰藏 最宠爱的弟子 当成亲儿子 来看待 还有 本郡出去 十一位弟子 楚王 村业和杨玄 别的都战死 已经按照 训道来处理 你们要迅速 总结出名单 和服势了 道政不再看着灰藏 吩咐地说道 是 众人一起击手 道政离去 执事都是面面相去 各有思量 大家都是深沉人 当下一名执事 一声咳嗽 说道 诸位 我们且去准备 别的执事 听言都是硬着 随着出去 只有灰藏 脸色铁精 本时受损 这也看程度 其实每次考核 身死 都有一些受损 只要人没有死 总是有着机会 灰藏这样想着 渐渐安纳住 心中的恐慌 大步 行了出去 这时 由执事发出的 一道符文 带着金光落入卫宫 有着牵引一样 落到了侧殿前面 这时接近着黄昏 天色上亮 几个侍卫 都在守卫 里面有一个男孩 见了 疑的一声 这个男孩 眉清目秀 神情勋扎 却见着一个老仆 忙过来 口中说着 侯爷 这些事 不是您现在能办的 奴才 带您准备用膳 膳房来人 问侯爷 今天怎么用膳 奴才觉得 用些倾诉 比较好 这小小卫侯 不甘地看了一眼 直得跟着过去 卫侯此时年幼 又被架空 龙困浅滩 狠狠 牵制住 虽还有些气语 却是被渐渐消磨 卫侯去后 一个侍卫 大步上来 将符文一抓 就大步出了卫宫 一路出了符 符外街道行人不多 有着马车进过 这侍卫单手一来 一个车夫就停了下来 军爷 我没犯事 您这是 侍卫直接进了后面 对前面车夫喝道 少废话 去饭服 耽误我的事 小心你的脑袋 车夫顿时感觉 凉水自头顶 浇到脚底 打了一个机灵 一斗江绳 驾着马车而去 穿过几条巷子 数条街道 在一个高大 巍峨的府柴前 停了下来 军爷 饭服到了 车夫出声提醒着 侍卫一看 翻身下马 对车夫说道 好吧 你能走了 车夫听这话一正 看了过去 侍卫见了 不由笑了一声 怎么 不走 还想要车前不成 这话说得凶狠 车夫一个机灵 连连说着不敢 抖着江绳 驾着马车就去了 这时见到上面 门口两个亲兵 笑道 黑甲军出来的人 好大的杂气 来这里何事 你不是在卫宫当差的吗 这两亲卫和这侍卫 显示熟识 出言说道 道工来了信 给卫后 我来送给知府大人过目 侍卫说道 腰间抽出军牌 让两个门卫过目 见了军牌 两人点点头 进去吧 侍卫行了进去 撑过了二重障碍 到一房屋前 又叫丫鬟通宝 才进了去 进了就叩拜道 黑甲军张黑 拜见主上 道工来了信给卫后 我送给主上过目 范文卧笔披着 头也不抬的说道 起来吧 本官披完了 再跟你说话 这侍卫就叩头起身 此时无事 仔细审量 见得地上铺着青砖 周围躬身 势力着几个仆人 远处 有着带刀钦兵 几个月时间 范大人越来越 威严不言了 正寻思着 听见咳嗽一声 忙收神看时 见范文写完文官 连上前陪笑 主上请看 范文将符文接过 细细打量 见着符文 带着金色 不由心中沉思 片刻 去见这送信侍卫 还在垂手厚力着 说道 女且下去 回卫宫中好声看着 是 侍卫应声退了下去 见侍卫退下 范文自桌案 抽出一张金黄色的符文 和面前这个一般无二 拿着手中两道符文 她不由冷笑 凌散人 女且出来 范文出言 随着话音落下 一位道人 自背后漫章中出来 衣冠博带 大袖飘飘 看上去 有些先锋道骨 见凌散人出来 范文长身而起 走了过去 凌散人 你且帮我看看 这两道符信 说些什么 一封是给卫侯 一封却是给我 说着就将两道符文 递了过去 凌散人单手结果 点点头 将心神沉入其中 细细看了起来 片刻又是换了一档 同样心神沉入查看 两道符文看完 凌散人说道 大人莫要多想 其实这符凡人都能阅读 大人贴在眉心就能看见 这说的是红明郡 有道人入了内门 受了正八品执事 这些日子就要回来 要我们前去祝贺罢了 对了对 又继续说道 这两封书信都是一样 只是语气不同 分别是给大人和卫侯的 这本是给当地人主 因此可见在道公的心目中 您已经和卫侯并驾齐驱 分庭抗礼了